2.0古堡是可以是說我TVGAME生涯相當重要的一款系統製作 因為念大學時用電腦玩到了2.0古堡 讓我為了2.0古堡而從光滑商場買了一台X8 360回來 開始了我的TVGAME生涯 12張小朋友換兩個十元的畫面對我而言是記憶遊戲 言歸正傳205老師可以說是遊戲史上移植次數最多的一款遊戲 從最初的任天堂GameCube開始 陸續一直到了PS2、Wii、PC、PS3、X8 360、Steam、PS4、X8 1等平台 可以說這十年來所發售過的遊戲主機 因為SEGA的Dreamcast和微軟的X8以外 通通都玩得到205老師 但只有從GameCube移植到PS2 有新生女間諜Ada的故事模式和新的特殊女裝 往後的移植就沒有再加入任何新遊戲 這次的205老師PS4版本 容物只有強化節性和幀數的HD版本 遊戲內容是沒有做過任何更多 甚至連許多著名的BUG 都能用同樣的方法再次重建 也因為是移植遊戲的關係 所以會有很多很多 非常多從205老師等等 新遊戲開始的玩家們難以適應的地方 例如2016年已經沒有遊戲在使用的手動儲存系統 舉槍瞄準、推到死角色無法 無法像現在多數背後視角的射擊遊戲一樣不行 縱使遊戲中有著拿著遠生武器的理由 遊戲岩體系統的概念也相當陽春 體技攻擊無法自主發動 得先靠攻擊特定的部位才能觸發 而閃躲動作也是 得在敵人發動攻擊前的特定時間內靠反應間觸發 或是在影片中忍不妨給你來個即死QT 講白了一點就是讓玩家們在PS4上 玩一款2005年就已經推出的遊戲 在眾多重製版遊戲推出的2016年 玩家們都能看到不少舊的作品 能以新的面貌重生 例如今年年初的《人中之龍集》 就是根據PS2上初代的《人中之龍》 砍掉成練的重製版遊戲 惡靈古寶4單純的只是把過去的內容 移植到新的主機上 相比之下顯得相當吊氣 甚至ADA片的過場動畫能是480p的低畫質 估計是影片的原始檔已經遺失 只剩下後製完成的影片可以使用導致 這次的惡靈古寶4除了能夠使用PS4及X8萬特有的主機功能 像貼起應用程式、分享遊玩、遙控遊玩等等 我實在找不到任何理由 說服已經買過的玩家再買一次PS4版或X8萬版 另一個讓我不滿的點 是這次PS4版惡靈古寶4的獎盃 依然和PS3版一樣沒有白金獎盃 總共1金2銀9銅 其中7個只要過完一輪就一定拿得到 另外兩個也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不會錯過 剩下就是把ADA片破完 滑場小遊戲打完 以及管篇Pro文字破完 就全部都解開 205寶4明明就是一款充滿各種要素的遊戲 像是打倒敵人賺取分數的傭兵模式 蒐集5個樣本的短篇ADA Let's Buy 各種武器、寶藏以及文件的蒐集 還有玩家們彼此流傳的許多挑戰大法 像是不升級武器或血量過關 Speed Run 連死亡次數等等都能做成獎盃啊 但就是懶得做 況且獎盃有時也不是要求玩家要有多棒多厲害的技巧 而是能藉由獎盃去發現遊戲中更多有趣的地方 像是這把要走回頭路才拿得到的麥格隆手槍 可以直接把敵人丟進垃圾場的夾娃娃機 原本以為需要任務道具才能突破 但其實可以直接拿火箭來解決大岩石 可以事先就把所有的開關打掉的陷阱嗎 其實是可以被殺死的NPC武器傷人 又或者是像這個 像這些有趣的設計也都能受人獎盃不是嗎 當初植物大戰殭屍在PS3上推出時 也是只有少少的12個獎盃 沒有白金獎盃 等到這款遊戲移植到PS Vita上後 雖然內容和PS3版相同 甚至還刪除了多的模式 PS Vita版卻有更多的獎盃以及白金等的玩家來挑戰 由此可見獎盃的設計和遊戲內容的多寡並沒有直接關係 純粹只是看開發商的意願而已 總而言之這次的惡靈古堡獅子推給兩種人 第一種是還沒玩過此作 也不排斥十年前遊戲模式的玩家 第二種是非常死忠的惡靈古堡貼粉 和PS3跟XPAR360之後發行過的陸文欄 重生精選吉祥品 至少這次能收藏到高興又不血腥3簡的惡靈古堡獅子 等到下一代的PlayStation和XPAR 甚至是明年的Nintendo Switch 也許我們還會再一次看到205模式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